为提升公测品质 华林县环保局管理列管公测全面的机查活动 到11月底总共机查了5440座次 特优级的公测数比去年要提升了3.2% 同时也重新设计新版列管公测级别的贴纸 整合了公测管理单位资讯还有脏乱成型QR控 而花东重管处李渔潭的节能公测 则是获得了环保署表扬 花囊重谷风景区管理处 持续精进辖内的油气景点公测品质 日前更是获得了环保署的表扬 在观光局13个管理处当中 唯一获得110年度机优公测评比 我家的厕所超级赞活动 荣获观光油气类观光风景区组 年度机优公测管理单位 以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 花莲县推荐双重奖项的肯定 我们清水公园公测 它是采圆湖顶的这个设计 它比较融入自然之外 那它在屋顶的厚度跟墙体的厚度呢 有比较高度比较高 那墙体比较厚 屋顶也比较厚 那因此它就兼顾了采光跟影视 还有通风 在设计上也获得这个委员的肯定 那在室内硬体的部分呢 那这个公测里面 它也兼顾到这个民众的需求 它有都是坐式的马桶 都用免制的马桶 那它这个也有设置 那个无障碍的公测外 也有亲子公测 也考虑到性别友善的公测 那它也有这个更衣台尿布台 这些设施都很考量到游客的需求来做设计 管理单位长期对于公测整洁 善尽管理职责 提供优质的公测给游客使用 同时也提高了游客的旅游环境品质 获得全省的这个优胜 优良的这个厕所 对我们花园观光 还有地方的这个环境厕所是最好的 对游客也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也希望说这个厕所 要继续的来维护来管理 让这个厕所能够持续保持 这个优美的一个环境卫生 随着疫情逐步趋缓 花东地区又再度成为了 许多民众休闲度假的目的地 民众能够享受着花东探索 以及规划行程的乐趣 而如厕的经验更是直接影响游客 对于当地旅游的印象 记者凌杰收锋箱才忙不到 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